大家好我是皮尔粉好久不見啦各位 來吧我們來看一下最近廣告達到超大 而且好像是我在開直播之前就已經非常活的遊戲 《劍與遠征》 不過那個時候我沒有在玩線上的遊戲 我比較少在玩遊戲啦 所以有點可惜錯過了那個東西 好啦那現在的話呢 這款遊戲竟然出了新版本呢 我們就來給它看一下吧 只不過啦我現在下載的是PZ版 那它主打的是單手玩 不過我模擬器有下載 可是模擬器只能直式的 那既然都有橫式的 我們就來玩橫式滿版 會看起來比較豐富 好啦不管怎麼樣我們就走吧 來看一下這個遊戲的新版本是在玩些什麼 中間也很像很多有類見遠的遊戲出沒 但是我就比較不熟 如果你說類RD 或是類RO 那種類型我還比較熟一點點 好那劇情的話 我就先跳過囉 我比較不是一個劇情檔 我還是想要看遊戲裡面 它是到底在玩什麼 好走吧 你臉色不太好 我是不是做的噩夢 請問你哪位 是否跳過劇情 好沒關係我們就直接跳過 選擇體型沒有意外的話 我已經長大了 當然都是選擇妹子啊 看一下有什麼服裝 好那這個好像沒什麼能做的 如果是法師 怎麼感覺有一點像那個 哈利波特那時候的風格 魔法覺醒的那種風格 還是我自己的想法而已 好 那就 其他 他 唉唷 這麼的多元喔 哈哈哈 沒關係不重要 來 大頭下雨 抽 走唄 老實說他風格還蠻漂亮的 好 我覺得他主打就是他的風格 睡了好久 剛好可以趁機活動一下身體 我記得只要移動搖桿 就可以在這裡走動 那我既然是用PZ版的話 不行 不能用WASD 我還是得要用滑鼠才可以 應該看到我的滑鼠 所以呢 有 火 小心 蛤 有東西跳到我身上 我這邊稍微換個位置 好我換過來了 不然他右邊好像要擋住 睡了好久 剛好可以趁機活動一下身體 我要幹嘛 對面有火 有火 我以為這些是怪物 這邊這邊 你看前面是耀光騎士團派人來滅火了 有幾隻火元素想要供應他們 主人一起去幫忙吧 耀什麼 帝國 滿滿 必須往前 點篝火 睡了好久 怎麼還在講這句話 掛機 我剛剛那是掛機經驗啊 那麼快嗎 我剛剛是看到掛機在左下角這個位置 都已經做3D了 怎麼沒有讓他動起來呢 呵呵 好 走 算是自走騎對不對 這樣子 這是施展強力技能的好機會 然後呢 給他們一個下馬位 我可以手動的釋放 然後範圍 技能也有範圍 然後手動釋放的話 也有位置的顯示 這剛剛是沒有背景音樂嗎 我剛剛是已經下載完整版了 完整版的話 好像到達3G多吧 有鑽石 有全英雄邀請函 這應該是抽卡獎勵沒錯 金幣跟訓練手冊 英雄升級時的必要手冊 然後我們的 那個叫什麼 數據 可以看 好 走吧 要不是滿滿跟著 滿滿是個 剛剛抽到的那一隻 我都快認不出來 你什麼時候才卸下 翼龍魔法 讓我看看你本來的長相 我是失憶了是不是 好 記得拿到 剛剛拿到的資源嗎 滿滿覺得現在就是利用他的好機會 這麼快就抽了嗎 喔沒有沒有 滿滿想要變強 讓我們升級 利用這些英雄升級 我們可以繼續戰鬥 剛剛那個是經驗值 然後有經驗值加錢就可以升 我可以再點一次嗎 不行 6級升7級 這樣就可以了 點擊追蹤進行任務 所以他應該是單機的吧 純單機 頂多就是有排行榜 或是 那個 PVP的地方可以去打 然後呢 你比我更了解火元素 就由你來指揮吧 我相信 所以呢 他剛剛叫我移動 應該不需要吧 喔應該滿滿是戰鬥 算他在前面 然後我這隻是員工 要放在後面 讓我的士兵自動釋放 終極技能 這是他的士兵 你的士兵好像不需要站在後面 突然覺得這畫風好健康喔 超級健康的 這麼健康有一點不習慣 有裝備 不過這應該是白裝吧對不對 然後有錢有經驗 OK 我們就看到 課金的項目 或是抽卡的地方 應該差不多都會有吧 不可能沒有吧 剛才拿到的裝備好像適合滿滿 讓我來裝備試試看 都你 都給你搶就好了 裝備這裡 一件裝備 然後路邊好多資源 有獲得一個奇怪的東西 這個是什麼 欸還看不到 應該還沒有 好啦繼續 走吧 等一下再說 對都沒有 假的 我這邊可以去嗎 剛剛那邊有人 上面有那個問號 趁火打著的混蛋 給你們的顏色挑戰 欸他剛剛已經冒煥了 所以沒有意外的話 還可以再加速嗎 最高只能到兩倍數是不是 不知道這動畫能不能取消掉 第二次我已經有點想取消那個動畫了 好走 而且怎麼一開始給我一根棒子 對不對 太健康了 他是倉鼠 我可以走嗎 我想要去看一下那個 寶箱還要自己去喔 詭異的男人 欣賞火光 他是不是有點變態 是不是就是你 你為什麼不逃 為什麼要逃命 如此美的風景 我怎麼覺得他怪怪的 如果他這個時候可以選擇攻擊他 感覺好像蠻蠻殘忍的 有啦 WSD可以供可以移動 然後 這邊還在努力的滅火 這邊還有一個人可以講話 這邊後面有個東西 稍微妙一點 450塊 你還好嗎 剛剛把他的圍裙剪開了 不對 這不是我想看的圍裙剪開的畫面 不對不對 我現在都已經被現在遊戲給土土了 那個畫面都一定要這種星山色才可以 你知道嗎 沒有星山色就覺得 哇怎麼那麼健康 欸有了有了 好不能說星山色 人家只是比較漂亮 紅髮魔女 比起滅火 你更好奇縱火者是誰吧 來 走 動畫看一下 突然想看動畫 剛剛男生就是站著不講話 妹子就有動畫 完了 我的視角 對嘛 對嘛 主人應該也是個五口人 有點擠耶 這隻是誰 看不出來這隻 反正你們看起來都拿劍的 你們先去吧 欸我主角不能有動作 他已經幫我自動放技能 我應該也不用做任何動作 欸這個是boss 這也是敵人 突然不想跳過了 應該之後可以跳過 不然挺亂的 現在感覺怎麼樣 精神百倍 圍輪 使用魔法從這裡回到神秘小屋 Knowly I brought back the Magister You're back 這是誰 漫漫 漫漫 如果這麼可愛的場所還不錯 月桂酒館做作結束很多信和 有了 抽卡 還蠻快的 這應該馬上就抽到這一隻吧 這不送 過意的去嗎 剛是十連抽還是單抽 單抽而已喔 所以他只有紫色 應該是吧 竟然不是 飛 欸 欸 完了 他竟然不是給我那樣子 好了我們回酒館聊天吧 我不是很想聊天了 要是在旅途中遇到困難 不妨來月桂酒館休息一下 或許有新朋友可以幫助到你喔 現在我們認識新的夥伴 好吧 看一下 新篇章 金會碎 金碎之章 好我們就直接衝劇情吧 衝到有課金的片段為止 你終於回來了喔 他會自己幫我撿 不會 這個算是 大寶箱 欸老實說他畫面還蠻美的 真的是還蠻漂亮的 這個什麼 新的夥伴一起戰鬥 直接上去 應該不會這樣就爆炸了 爆炸藥桶不是裝飾品喔 只要點燃了他 所以我可以手動點 技能超出範圍 好 所以是我在點 我人在那個位置點 金牌坦克應該是稱號的問題而已 所以咧 走囉 我可以去看看嗎 拿 長按 欸剛剛就殺掉一隻嗎 我可以直接撿嗎 不行 還是得打 最後一隻BOSS 11等 應該沒事吧 4條血 我可以自己控制嗎 我可以 不行 他全部完全自走 我沒有辦法控制 我頂多只能控制技能 所以硬要講 這已經是一個 我就已經是在自動掛機了嘛 完了 完了我的慢慢我的慢慢 他是召喚了一隻嗎 可是看起來應該是沒事吧 他咬掉了我兩隻耶 不過我也沒升級 應該只要贏就好 死掉應該沒關係 然後又送我一張 然後又送我鑽石 資源下載中 我不是剛才都在下載的嗎 還在下載 真的假的 喔那有點多耶 我剛下載的時候是1G 然後在遊戲的時候下載2G 在這裡的時候又下載4G 加著加著也快 也快要10G了耶 也不小 叫什麼 台灣人在哪 留言台 到此 亦友 OK 還蠻可愛的 羅傑說你是286 走吧 不知道是我用2D的 我用全螢幕的關係還怎麼樣 感覺更漂亮 聖石陣的軍隊應該就在前面 走吧走吧 新的奇蹟 裝備共鳴效果 你可以為所有同一個職業穿上裝備 只要像這樣一件穿上裝備 就可以提升同職業英雄的屬性啦 簡單的說 是不是除了 職業角色本身的裝備以外 還有多了一個額外的裝備欄的意思嗎 有點像影裝的概念 只不過是大家共用 神秘屋 就我剛剛來的地方嘛 酒館 我有10連抽 然後這個是 特殊 這個是 西友池 史詩招募 全英雄招募 點擊這裡可以編輯自選英雄 招募自選英雄時 可以大幅提升所選英雄的抽中概率 自選卡池 如果抽出的所有所選英雄 必定為史詩品質 簡單的說 好就可能要去看一下攻略 才知道說哪一隻最香 他不是有送我10張嗎 這個什麼 多利的招募券 可以通過全英雄招募 一次可以召喚5個多利 一次招募可以獲得5張多利 我剛獲得2張 我剛招募了2次 所以獲得10張 然後一次最多虧搬 星目招募一次占卜可以獲得15個多利券 那多利券要幹嘛 我現在只能招募2次 那就先來 機率up10 全英雄招募30次後才會解鎖 那我總覺得他的招募方式蠻不一樣的 然後把這兩次看招完 應該會送吧 還是我還沒看到 耀光相果 英雄升階陣營相果 所以他不是角色 那個是耀光相果 欸他圖片是不一樣的 一次是300鑽石 10次的話是2700 2700換10張 好所以一張不虧 所以要抽的話也是抽10 如果要花鑽石的話 商店是目前的商店 招募商店 所以我今天抽5塊 抽一次5塊 我要抽 40 56次 可以補一次 然後這個是史詩英雄招募 是來到48次可以抽一次 那應該很快就抽一次吧 我偷偷再瞄一下 我們的鑽石是多少 商城購買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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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這個畫面好不習慣 不像手機的頁面 哇 等於是已經可以全看了 好那我現在來看一下 首先是什麼 哇這好亂啊 給我兩張史詩英雄招募券 給我600鑽石 等一下看還點到 然後呢 滿寫精英禮報 直接送我這個 這個應該是剛剛抽到吧 萬能相果 英雄陣營升階 然後有鑽石 英雄招募 這個是火鑽 看一下 龍燕金 那他儲值的話 應該就是拿龍燕金 33 哇靠 筆值是筆下的耶 真的假的 然後官方中心購買 儲值回饋5% 那就根本就故意了 一定要叫你去官方儲值也是啦 因為你在Google 跟Apple儲值的話 他們都會抽一手 如果你在官方儲值的話呢 就比較不會有這一點發生了 那如果今天最大單的話是 3290 總共給你3000龍燕金 而如果給你5%額外的話呢 總共是150 3150 不管怎麼樣都1比1以下耶 哇這個筆值 好啦筆值就筆 筆值而已啦 其實還好 只是看起來很奇怪而已 但是龍燕金可以換到的鑽石 就比較多了 可以3000的話 這邊有點亂 3000是6 6單 乘以6 乘以6的話是6000多鑽 所以大概1比2鑽石左右 龍燕金那個代索 不過一定要去官方儲值 然後這個鑽石的話 首次會送一倍 那個東西就代索 如果要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每一次都有吧 以前的遊戲可能只給你一次 現在遊戲呢 是每一次都可以的 欸已經知道了 然後呢是秘營貴賓 這個叫做VIP是不是 可以購買龍燕金 儲值的時候 可以獲得等量的秘營積分 那應該就是VIP 購買月貴之旅 跟月刊月卡 跟那個通行證 以及完成部分成長任務 同樣可以獲得秘營積分 這應該是慢慢 給烏克去農的吧 當秘營積分達到貴賓等級條件時 會提升貴賓 秘營貴賓等級 並獲得對應的獎勵 所以說 這是VIP1 可是只給你一個頭是 一個國王棋子解鎖 啊棋子 解鎖效果 這個才是重點 這個解鎖不是重點 重點是離線收益時間上限增加一小 哎呀 對啦 然後再來呢是升級離線收益增加一小 加兩小 然後再來是國王升級 加三小 然後再來是加到四小 然後他只到五屆而已喔 真的假的 後續貴賓等級戰位解鎖 這麼的 和哀可心嗎 不過他VIP好像有點沒有東西就對了 看一下 就只有一個圖示 一個那個Skin 然後再加上那個 棋子 等於是加到五小 但是他有不一樣 每日透過離線收益增加粉塵乘女2% 每日透過離線收益獲得經驗值加5% 每日透過離線收益獲得金幣值增加10% 所以沒有意外的話 這個五才開始就對了 只不過不知道這個積分要到多少 有耶 30 120 230 460 920 所以 他有說獲得多少 他沒有說耶 貴賓等級 等量 蛤 這等量的意思是我今天300就 我今天3000就3000嗎 這麼滑嗎 如果這樣我只要除到920就可以了嗎 還是說這是30滿了之後這邊要再120 好啦這個就再說 如果就算是 就算是全滿好的 都是這樣子慢慢跑上去 頂多也不用一單耶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還算划算 如果是960的話 那就只需要來到 1690就可以滿出來了 好那再來是我們的外觀商城 外觀的話目前看來應該是沒有能力吧 每消耗一個幻星卷軸都可以切換一次自身的性別 這是我角色的外觀就對了 然後呢 英雄造型 這都是造型都是玩到後面就會忍不住會買下去的東西 然後呢再來是解鎖月刊 月刊的話分成兩種 170塊可以獲得一萬兩千賺 那不用想這個一定是划算到一個爆炸 剛剛有算過嘛對不對 大概1比2左右購買第一天就可以獲得3000 所以必不得已不要去儲值的意思 就是也不能這麼說啊 就是月卡一定先買然後再儲值 然後呢點藏月刊 30日總共可以獲得70張招募券 可是他不是給你鑽石 這個高級 這不能說高級月刊 應該算高級月刊 等下490塊 然後所以這樣的話 一個月就要將近500 660 我一點算不出來 我腦袋有點卡住 好那一個月的話 總共是660元 差不多 你不能說差不多 就是這個價格 好 然後銀心禮包 這邊果然要從頭 從後面往前看 不然有點亂 永久限購一次 4選1 27的話大概算3000塊 總共是新人英雄自選箱 這個禮包好像有一點小印就是了 然後鑽石27給你一個 給你一包再給你一點鑽石 然後呢 是銀心招募禮包 就是招募禮包 20抽跟30抽 滿血精英禮包 指定的那個英雄 所以這邊基本上 如果真的要玩的話 都是給他買好買買的 然後舊日回想禮包 這個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解鎖舊日回想烈焰術 回想效果 周期性發射火球 攻擊敵方單體目標 這個回聲 回聲回響 該不會是技能吧 這個還沒玩到 然後舊日回想禮包 是禁錮術 周期性對敵人造成傷害 然後還會禁錮的效果 還給你十連抽 然後這裡的話呢 也給你 新人精英英雄四選一 對啊 剛剛怎麼沒給這隻 剛剛還在晃 結果沒有 沒拿到的東西也代所 總會送一隻 不對 剛剛就給我一隻紫色 還是說 剛剛那隻其實已經是很香的角色 只是我沒有去看他 剛剛送我的這樣子 我說的是能力香 不是說那個造型 對 好啦 先升到六七等 再說 送我這一隻的能力是什麼 有了 終極技能 對友軍強化 並施加治療 給你一隻奶媽 持續治療 我要到幾等才可以 英雄升級是十一等解鎖 發射一枚寶石 對範圍內敵人造成傷害 並治療友軍 那這應該是送的吧 就是奶媽 提升自身生命值 品質達到傳說 加解鎖 傳說 然後開局對自身友軍吃 加單體強化 跟治療效果 全部都治療 技能保持療癒 持續時間 目標生命值過低時 會獲得一次強力治療 還要在叫什麼 巔峰是不是 然後這一隻應該是坦克吧 看這個樣子 拉到十一 這個是需要那個 這個紫色就是突破要用的就對了 神聖打擊 等一下去看一下 去看技能 為友軍施加護盾 揮舞盾牌造成傷害 還會造成擊退跟擊倒 然後當自身獲得護盾時 可以為多名友軍進行治療 等於是開局 他要自身獲得護盾 但他又不是友軍 所以別人要覆沒 別人要上他護盾才可以 提升自身 自身的治癒 還是補血 對於前方的敵人造成傷害 並將進行攻擊力 這些技能聖光祝福 治療友軍的數量增加 我把這隻也升上去 10等 先升 升上去應該不為過 這個應該是 騎士了吧 雷光劍影對範圍內的敵人 進行數次攻擊 並進入充盈狀態 造成三次傷害 充盈狀態下 還會產生彈射 所以會有第四次傷害嗎 充盈狀態下 使用對周圍敵人造成傷害 提升自身攻擊力 充盈狀態 永久持續 且傷害越來越高 這個角色好像還不錯 可是 不知道未來會不會那種 世界逼 世界逼的BOSS 如果世界逼的BOSS 應該會很像 覺醒之地技能奔雷怒斬 還會使敵人陷入暈眩 那再來我把這隻升上去 多一招補血 應該是有差 反正都紫色 這可以 退階嗎 信賴度 我等於是 送他東西 然後他就會 給我什麼嗎 有了 給我50鑽 50鑽 傳聞 應該是故事的部分 邀請函 8000 反正這個應該是慢慢玩的東西 給你一個地方好好的農 好 那我們就走囉 還有什麼東西 共生慶典 看一下 時間之種 隱游詩人 到這裡等待凝結時間之種 前往 直接給我5張 真的假的 前往 去看一下 這個還 有人耶 我還想說都沒有人 哎呀 這一點雖然麻煩 但老實說我還挺吃這位 就是不再只是一個 頁面上面點點點而已 我蠻不喜歡 我還是蠻喜歡這種 有在遊戲裡面那種沈浸的感覺 但玩久了會覺得有點煩 但是前期確實我覺得還不錯 對 不然的話你就點酒館 就只是點一下酒館就跑到酒館的 夜面 那感覺我會覺得沈浸感好像稍嫌不足 所以這邊應該是活動的地方吧 慶典廣場 東西還是已經開始跑出來 有一點多 先去一下 有關慶典 影像和文字凝結時光 只能像琥珀一樣可以漫長時間做縫影 留下影像跟未來的寄語了嗎 好 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皮特掰 掰掰好久不見啊各位 走吧 這麼有 互動性的東西嗎 時間中已經準備了 在9月1號 慶典開啟之後 重回慶典廣場 種下時間的種子 好 所以 就這樣 然後慶典任務是 完成所有慶典任務可以領取 不過要到 時間到他才會解鎖 所以現在還好 啟程之以 簡單的說就是簽到送 有啦 果然有送 每天都給你十連抽 然後到第七店的話呢 會給你史詩英雄 自選箱 所以我是不是應該要抽這個 然後呢 簽到送全英雄 可是他只說送全英雄 不是送全史詩英雄 還是真的全部都送你一隻 真的假的 然後總共是到135天才會全部給他送完 累積簽到的話 還會再額外給你 超稀有 超稀有集英雄抽獎 含神魔英雄 他有到神魔級別就對了 我剛還沒看圖鑑 月櫃英雄那也隨便任意招募一次 所以我們這邊要怎樣 完成英雄 一樣 就又是一個 任務 對 然後你完成之後累積上去就可以獲得 上面的獎勵 對 然後世界首頂才剛講完而已 全服玩家共享 至少要達到這裡才可以 好吧這個可能我看等下玩不玩得到 我剛玩到這裡就已經花了將近20分鐘 30分鐘 然後這個是追蹤任意平台 可以領取這些先PASS 然後是官方資訊帳號 成功追下面帳號可以獲獎 獲得500賺 500賺的話大概是250塊 攝影學中的話300塊大概是150塊左右 好 活動剛剛這邊是看過 然後商城應該是剛剛那邊嘛 又看完了 然後任務的話是 成長之路 就剛剛有說的 可以從這裡獲得 那個什麼紙的 VIP的部分 所以 可是他說VIP好像這裡有點少 第10階段可以獲取一個造型 還有什麼嗎 每日任務每天完成之後會給你140 總共是70塊 那其實 他送的還蠻多的 對啊 以他課金的價值 跟他每日任務送的這個鑽石 對 你是每天送70塊 然後一個月就送2000多塊 如果一個月課一單的話 等於是再給你 也沒有課很多 對啊 還好 這個比例而已 然後是超級稀有英魂丁士 收集60個 看一下給我什麼 就給我一個 就直接這樣 也沒有什麼動畫就對了 好 這等一下來看一下 這應該是 刺客吧 遊俠 還有什麼 17抽 等一下去抽一下 我任務這裡還有東西 上面要點 這個是什麼 啊 那個 進化 深接用的 信件的話 有了有了有了 哎呀 就是在等你這些啊 這個是 他蠻哈利波特的 不知道什麼 就一種哈位 你知道 還是說是 哈利波特那款遊戲 學的是這款 因為硬要講的話 應該是這款比較早對不對 他跟劍玉眼珍那個時候的 風格應該是一樣的 只不過就變得更加精緻 對不對 這邊有商店 這邊也有商城 旅行日誌 應該是教學嘛對不對 商店是招募商店 就這樣 商城那麼豐富 招募商店就長這樣 好友目前沒有 社群 哎那個再說 好啦 我們這樣就可以抽 哎他送的還蠻多耶 2930鑽 好這個是 好再說再說 來我們繼續看一下 來吧 我們去招募英雄吧 有了有了有了 開局47抽 包含剛剛送的 基本上就送50抽耶 這麼香啊 好看看他是怎麼抽的 如果抽到 不一樣的顏色怎麼樣 還是只有掉一刀 有了 有耶 等一下我還沒看機率耶 他沒有聲音 就是他只有音效而已 這麼的 低調嗎 點擊螢幕 卡卡 他名字都要這樣就對了 又是你 啊沒有 他是送的那個東西啊 綠翼相果 綠翼相果 你等一下這些倉書 有了 所以這是史詩英雄是不是 呃 不行 我看不太出來 简納說 反正金的嘛對不對 至少是我第一隻 亡靈相果 這是一次四顆的意思嗎 剩一顆 剛剛沒仔細看那邊 紫色 梅瑞特 哇 這個遊戲太健康了 四顆 欸真的是四顆耶 真的是給你四顆耶 這麼讚 欸 啊 靠北 我想要看這次數說 先看一下 啊 沒有 紫色 我可以直接趴掉 哎 好啦 看到金色之後 突然覺得紫色好像不怎麼樣 哈哈哈哈 所以我剛剛那一抽還蠻賺的耶 看一下他的機率是多少 沒有寫機率 機率有了 招募機率 我剛剛金色的話是2% 稀有的機率是2.5% 他名稱就叫超稀有 級 稀有級 好 我還突然覺得這樣 SSR SR 好像會比較容易分辨 好啦 我們就給他抽完吧 有沒有機會出幾隻 剛剛一隻 其實2%這樣已經超香了 真的 行嗎 直接跳過 有嗎 這個動畫特效比較多 欸有捏 第二隻 我覺得他現在是不是bug 就是我的音效壞掉了 好啦 沒關係 這邊跳過 反正我音效也開很小聲 欸 兩隻捏 真的假的 有這麼歐嗎 啊 四隻紫色 好 紫色先跳過 只是這樣不知道多的角色 要不要練他就是了 通常應該是不用 只要練 T0的隊伍就可以了 吧 811招募三張 好啦 換換換換換 可是這樣我就少10抽 沒關係 走吧 沒有 欸那剛剛那兩張超歐耶 喔那其實這個遊戲好像蠻好喜的耶 對啊 沒有想要的英雄嗎 心願清單 啊 招募獲得超級稀有或稀有人石 將必定獲得心願清單中的英雄 必定獲得 那我剛剛是不是應該早一點 可是我也不知道要選誰就是了 那我就先儲存編輯 欸 OK 好 那我也沒抽了吧對不對 然後我這邊是解開 喔 可以有 up尺 5月 可是他需要的是不一樣的這個東西才可以抽 而且他這裡沒有給你打折 一定要給你花3000賺才可以 也不知道這隻像不像 強不強 欸但很香 看這個造型還挺健康的 轉過來 欸突然就 哇 故意的吧 30 必會獲得十四英雄 33就一次十連抽耶 哇 手都在抖了 你知道嗎 手都在動了 看一下喔 他的機率是3%的機會會獲得他 欸那我剛剛應該抽這個才對 算了算了 走吧 看一下 神秘珍藏在有什麼地方 都是從灰女士世界收集過來的有用的價值 打開這個珍藏來看看 累積進行60次後解鎖 離線收益增加3小時 這個東西不是VIP就會送了嗎 對吧 每日透過離線收益金幣增加1300 所以離線收益 OK 然後這是總加成 哇其實還蠻多東西的 每日領取一個寶箱 20級後解鎖 這邊等於是慢慢開 然後你的加成會越來越多 欸這個什麼 藥草 欸 便宜貨 怎麼覺得這應該是某個劇情 然後活動又結了 應該是我剛剛抽卡的關係對不對 我的時間 啊任務啊 活動期間累積招募的 然後我的英雄殿堂的話 共鳴之手是騎士團的主要成員 他們等級會共鳴給 共鳴廳堂中的所有英雄 呃 更換共鳴之手 簡單說我就是只要練5隻就可以對吧 選擇一名共鳴之手的成員 完成編 對他就變7隻 所以我只要練這5隻就好 都是假的就對了 就是我只有升級裝備格子 欸這樣子才對 所以我這邊 把他 換掉 換掉這樣就11隻 所以沒關係 所以這個等級是假的嘛 還是說其實我會練到6隻 可是就沒有意義 這樣會浪費掉 獲得寶物 欸這個是 主畫面的那一隻嗎 好啦看一下我剛剛抽到這兩隻的能力是什麼 先升到11輪 這感覺應該也是 欸也是 持續施法 每秒治療友方 所有友方單位的生命值 每秒欸 真的假的 立即治療友軍少取生命值 治療友軍時 可以移除身上所有可驅散的負面狀態 然後呢 提升自身攻擊力 首次施放終極技能後 進一步提升攻擊力 釋放祁禦時 素描內免疫控制 祁禦降臨友軍時低擋 欸 降低友軍受到的一定傷害 然後技能患然 還會提升自然的 自然目標急速 持續數秒 急速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CD吧對不對 New Desire 然後這一隻 召喚強大的 這應該是法師吧 卡爾來先生協同作戰 所以是召喚師 然後提升自身的卡爾的攻擊速度 然後是 普攻每隔幾次就會獲得一次增強 提升自身攻速 卡爾先生在場上期間 會進一步提升攻擊速度 殘繞目標 從目標吸取屬性值 技能 專心力刺 觸發所需的普通攻擊次數 降低 好像不是很了解這隻的定位在哪裡 然後他還可以 進階 他不僅是升級可以升階 然後這裡還有進階要升 OK 這個東西也是濃度滿滿 我們現在這個樣子出去應該就輕鬆了吧 感覺該看的應該都看完了 來 走吧走吧走吧 再去打個機場 不然這感覺真的是看不完 有點瘋狂 這已經看過了 等一下等一下 傳送石 目前為止應該都看完了吧 商城直接給你快捷劍 然後 這個也是活動 這個是 也是活動 成長之路 剩下都是我們該做的任務 來 走吧走吧走吧 手廚 是送我 手廚送我角色這麼的可愛嗎 都這麼健康的嗎 舊日回響 對啊我的音效真的不見了 欸立刻獲得300鑽 神聖的力量 艾爾之類 有了他你就可以進行舊日回響 回憶起更多厲害的魔法 有了 剛剛的回響就是這裡 每顆艾爾 艾亞之類蘊含的記憶回響技能都不相同 我們來啟動第一個吧 復蘇術 戰鬥第五秒起 每隔十秒召喚生命之光 為最虛弱的三名己方英雄 回復7%最大生命 簡單的說 啊我剛剛課金的話 就可以拿到這兩個東西 禁錮數 第三秒起 每隔十二秒 就會對敵方兩名英雄 造成隊伍攻擊力25%的魔法傷害 持續點 所以我今天是爸爸的話 直接 直接這個下去 三秒鐘就結束了 三秒鐘後面兩排就被我吃掉了 這是倉鼠偵察團的大本營 這邊 左下 在幹嘛 這個是掛機關卡就會越多 再過一關可以獲得十級隨機裝備 在掛機關卡中擊敗敵人 將來就會建立更多貿易據點 還能獲得更多豐厚的獎勵 蛤 不是說我在外面推喔 連這裡都要推喔 別忘了我的舊日迴響 每一件舊日迴響裝備 能在戰鬥中發揮不同的效果 所以算是 全場的 CD就對了 是這樣吧 那我這邊 還需要 還需要補嗎 這個應該是 他英雄好多喔 英雄真的超多耶 我只是把角色拿出來 把妹子拿出來而已 我看到卡爾 所以我們在場上多一隻 然後他本身又是員工 我現在挑戰的是 掛機的部分 還是說其實到後面就是打掛機 主線到後面應該 總有一定會卡關 總不可能有那麼多的主線給你打 我實在沒打到後面 不知道 結果我這邊看著看著也三十八分鐘過去了 老實說看到這麼久的話 就代表說這個遊戲在某方面而言 有那麼一點點吸引我 只是還沒看到人與人PK的地方就是 只是這個是好像已經開第二天了對不對 而且還有時間限制 90秒的時間要推光 然後我如果再升級的話 我這個會獲得更多 一天可以到900個 可是他沒有說多少時間 對啊 好走吧 我們先去解主線好了 感覺那個是打不完的 所以勒 你還好嗎 走 我還可以聊天耶 這應該就真的是聊天了吧 這應該就真的是聊天了吧 這個頭像是可以用自己的嗎 好像不行 只能用遊戲裡面 異常的剩死症 真的沒音效 我應該是有開才對啊 對啊 好 他應該是有bug 好沒關係 我們就走吧 沒有音效比較不會有事 我最近 玩其他遊戲有被那個音效搞到 就會出版權砲 以前以為遊戲被子音樂不行 現在感覺連遊戲被子音樂 好像都會被出事 不然的話 這樣子我音樂都只能關掉了 你知道嗎 這該不會真的都是主線吧 這感覺應該會有蠻多人在刷那個 首抽的 因為他首抽送的多 而且又蠻快的 如果開多一點帳號去刷 開多一點模擬器去刷 快速前往的方式 打開地圖移動 傳送石 走 我剛剛是有3000賺嗎 我可以去抽那隻無怨嗎 剛剛才看到聊天室有說 其實我剛剛如果不花 那270應該就夠了 可是感覺那也只是抽一次而已 2%的機會又不是暴力 我覺得 差不多到這裡 再上去的話就是真的要去 農這個遊戲的資源 然後推這個遊戲的關卡 我現在總共幾千 2500 哇 不夠 我連2700都到不了 有啦 其實還是有地方 來來來 這邊等我一下 我就把鑽石弄出來一下 好 我這邊伸出了 3090鑽 來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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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抽抽看那個5月 哇 那個5月真的是 看起來很健康 死者 哇 有點太過分了吧 我們就直接3000賺嘛 換10個 沒有這個是儲值 那就走囉 40抽必中 3000 1500 40抽 6000 所以至少要3000 哇沒有 哇 好吧 算了算了算了 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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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看來沒有那個機會 承諾之寒升級 離線收益上限加算 哦 那感覺VIP的那個好像還好 對啊 好像不怎麼樣呢 對啊 再來其他管道還有沒有辦法 應該是沒有辦法吧 這邊320我也只能拿到5張而已 哇 這叫我這怎麼能玩這個 如果真的要玩下去 怎麼能不抽 好吧 以上就是我們 鑑魚遠征啟程的 開箱感覺啦 不知道你覺得怎麼樣 總體而言 感覺光一開始要濃的東西 就給你很多 如果你真的要看劇情的話 感覺應該也算不錯 而且他畫風老實說還蠻 健康 但是又帶有點還不錯的地方 沒有單純的 那麼那麼的健康的感覺就是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有所想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是皮尔布愛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1 2 1 拜拜 2 2 1 5 2 1 3 1 2 1